- - - 不管你是今天足球迷 万年足球迷 中生足球迷 还是一日足球迷 都欢迎收看 TSNA 世足就后胜 大家好 我是左飞 石铭井 我是运才小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四场比赛 如果大家不想 错过我们的精彩 赛事分析 还有运才推荐的话 赶快订阅TSNA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 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 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科迈隆跟瑞士 那这两支球队可能在台湾的球迷并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科迈隆跟瑞士其实都是足球史上 非常有名知名的足球强权的球队 虽然说他们并没有在世界背上有拿到 可能这个前四名以上的成绩 但是呢他们的战绩都非常的稳定 所以科迈隆呢以他们这个身体的素质还有爆发力渐长 那瑞士则是长期以他们的防守跟他们的整体战力闻名 那加上这几年呢他们有很多这个外来移民的后第二代 阿尔巴尼亚的后裔 对包括这个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共和国的球员 他们的战力实际上增强了许多 过去比较保守的一个球风 现在增加了很多的攻击力 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两支球队 在比较低调的情况之下来进行一场对决 会影响后面赛事的这个进行 那不晓得小伟怎么看 科迈隆跟瑞士的这一个组合 瑞士这一支球队算是介于一二流之间 他还没到最顶 但是他其实是可以打败像法国 和葡萄牙中的强队的 一旦只要进入到他们的防守节奏 或者是他们的中场控制的节奏以后 他们会非常难缠 他们的攻守都有一定的强度 尤其是防守我觉得他们防守蛮好的 但是有点引游就是有一赛好像没有踢好 对那就是在世界杯之前的比赛 他们的状态并没有很理想 其实这个是今年很多球队的问题 因为这个赛季的时间点 这个11月12月确实对于每支球队来讲 废战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他们战力上可能会受损 我觉得会踢的再更保守一点 把他们的进攻大刃都摆在扎卡身上 那克曼隆这支球队是很有爆炸力的 那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踢出一个好的成绩 我觉得我比较难高看克曼隆 因为他们正常来讲的话 他们节奏上可能会拼输瑞士 虽然瑞士踢不进 但是他们可能机会也不太多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瑞士的胜算会大一点 但是比较偏小分 偏小分 我觉得瑞士是有可能会被逼合的 因为他们的友谊赛实在踢的怎么样 瑞士的状态不太好 然后克曼隆的整体实力可能 并没有被大家那么的看好 两支球队可能在第一场比赛 进行了稍微保守的情况之下 推荐大家来考虑小分的这个选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场比赛 是南韩来面对乌拉圭的比赛 那乌拉圭过去呢 在世界杯是非常有历史的一支球队 而且他也是算是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以外 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那当然他郑重有很多很有才华的球员 但是南韩这支球队可以说是 现在当今亚洲最被寄予厚望的一支球队 那郑重有像黄喜燦阿 这个金盘仔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孙大兵 大家的欧巴孙 孙新铭 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球队的阵容上面 是不是有被大家所期待 韩国这一次牵运不好 对 因为他们这一组其实真的蛮强的 然后孙新铭又受伤 状态还不明朗 他可能就是真的要带伤了 然后节奏上来讲 我多少会受到损害 加上他本季相较他拿金圈那一季 其实状态是没有到 下滑 对没有调整到最好 但他们人手还算足够 然后烏拉圭的话 他们还是那两老嘛 对 就那两老金盟 对 这一次有多一个 达尔文 Nunes 对 他其实大家可以多关注他 因为他其实长得蛮帅的 对 而且是又高又帅 又高又帅 速度很快 现在又加盟 利物浦很有钱的高帅富 对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那两老演戏之外 可以看他的冲刺 或者是他的盘带 都是满赏心悦目的 对那这场比赛 大小分的关键是在于南韩的态度 他面对乌拉圭斯要全力出击 还是第一场比赛 因为毕竟这一组抽到的千 都是比较强的队伍 那他会不会保守一点 还是说会被第一场比赛就背水一战 那会不会影响到大小分的这个结果 通常的话 我看南韩因为他有世界级的前锋 是 中场就孙希敏还有其他的搭配 所以他们的大小分我通常 这种情况下 我是会比较看胜败 因为我还是比较看好乌拉圭 他们的中前场的丰富度 尤其是三叉戟 他们的三个前锋摆出来 我觉得他们的进攻的设政程度 还有他的起角都会比南韩高很多 南韩可能就真的是要靠孙希敏的速度打反击 你看有没有机会 那加上他的状态比较不明 所以这场比赛小伟的看法大概是 乌拉圭的这个创造力跟破门能力 还有比赛经验其实是比较好一点 乌拉圭他们很有趣 他们之前在南美洲比赛的时候 他们杀洛队是不手软的 对所以他们在这场比赛里面 很可能是面对南韩是占了上风 但是大小分比较不好说 没有那么推荐 我觉得你要临风寒寒 我觉得就一半一半 所以大小分有可能就卡在20或21那里 对就是稍微有一点接近 那比较推荐大家去来下胜负的话 乌拉圭整体实力跟撕破门能力 比南韩还要高出一点点 所以可能会比较看好乌拉圭的这一个组合 那我们接下来再谈另外的一场比赛 那就是加纳面对葡萄牙 那葡萄牙可以说是西罗的最后一战 所以他是很希望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上面 能够夺得历史地位 因为他跟Messie两个人 都是过去十几年主坛的天之交织 但是两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没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 就很可惜 对所以他们金球奖拿到手软 家里摆不下 可是还欠一个世界杯 那你觉得葡萄牙在这场比赛 还面对实力相对来讲 比较不稳定比较弱的加纳 那葡萄牙会踢出一个 比较亮眼的成绩吗 在这场比赛 这一次葡萄牙的阵容其实不错 但其实大家都很难看好他 因为都觉得 因为西罗状态不好 虽然 虽然球员的素质还有名气那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少了一点那种爆发力的感觉 所以他们的前第一战第二战可能会很重要 第一战第二战会非常的重要 踢出他们的进攻 至少活力要出来 还好是他们友谊赛踢得不错 但他们的进攻是不是也防守好一点 葡萄牙的防守 过去确实也是不要让人家够病 就佩佩还在踢 39歲了 那你觉得加纳呢 他们会踢出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加纳我记得他们有很厉害的中场球员 然后还有他们这个 阿佑兄弟也都还在正中 阿佑家族 阿佑家族的这 Jordan阿佑跟Andrea阿佑 也都还在正中 那虽然他们年纪现在都已经30岁以上 可是他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 那加上加纳 有着非洲球队传统的一个特色 这个体能好 速度快 然后很强壮 不见得高 但是很强壮 老麦希罗可能就比较吃力一点 对那他们可能会用速度跟体能来面对葡萄牙 会可能跟他们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身体的对抗 来看看葡萄牙能不能撑住 葡萄牙在这一组里面 他们的传控算是比较好的 对 然后他们的中场 进攻中场 Blanders他的状态很好 对 他有一些好像有进两球吧 我记得4比0 大家比较担心的应该还是这个双B 这两个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中心 就是同时在场上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1加1等于2 还是1加1大于2 还是小于2 这个化学反应其实过去这一两年 就是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两个类型非常相似 然后你又没办法取舍 同时放在场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效果好 有的时候效果不大理想 这可能是教练团要去考虑的 那这两支球队的交锋 各有各的特色 一个是身体素质好 一个是过去葡萄牙就是很明显 他们的脚底技术 传控球能力非常好 那这两支球队交手的时候 你认为他们在比分上面 会出现大比分吗 我这边的话比较建议 往单葡萄牙这一对投 以胜负来讲的话 还是胜负大小不看 葡萄牙机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大小不看 对对对 大小就是总和大小不看 只看葡萄牙1.5大 因为总和大小有可能葡萄牙的进球提高 加纳的也会提高 那随着两队的比赛的进行 同时上下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如果说以胜负来讲的话 葡萄牙机率高一点 而且其实也是普遍被大家所看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今天要介绍最后一场比赛 还有赛维牙面对巴西 那巴西是这一次世界杯里面 最被看好的一支球队 超华丽的 因为他的进攻阵容实在是太漂亮了 那过去巴西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上面 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可是这一次他们有双保险 出了两个天才首门员 同时出现 这个阿里森·贝克跟Edison 这两个首门员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再加上后防线上 原本在上一届世界杯 大家都认为这个 Tiago Silva已经要退休了 要退休了 结果没想到 2018年之后的状态 他反而比2018年之前更好 那现在被人家认为说 巴西队的后防 确实是已经足以撑起一支世界冠军的一个冠军像 那加上他们的攻击阵容非常的华丽 我想 不会有人去质疑说巴西在这一届的实力 可是巴西面对赛尔维亚这样的球队的时候 他有办法 就是 如大家预期的秋风扫落月 还是说能够打出一个非常 漂亮大比分的比赛 我建议大家 这一场一定要看 因为这一场算是 巴西是今年夺冠最大热门 看他第一场比赛 就知道后面的结果大概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赛尔维亚是这一次 最有可能变成大黑马的那支球队 因为他们的进攻还有他们的两位世界级的前锋的状态都不错 两位都很高大 对 一个在尤文图斯一个在 Vlahovic 对对 他们的攻势可能巴西的边路那边可能会有点破绽 是有可能会有球的 所以我这边比较看好他们会踢进攻 尤其是巴西他基本上可能就是两球以上起跳 对巴西不管面对什么对手他输还是赢 他的这个比分通常会蛮大的 因为通常下巴西的比赛下大分是大家普遍的认知 巴西很少看到1比0 0比0的比赛 就算他输他都要让对手进几个球 对所以我想这一个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共识一点 那如果说以单纯胜负来讲的话呢 你认为巴西跟赛尔维亚会拉出什么样的一个差距 或者会很接近 我觉得巴西应该还是赢过赛尔维亚多些 因为赛尔维亚后防可能守不住巴西内玛尔在中前场传说的那种打法 他自己能攻也能传球 那我觉得赛尔维亚后防就可能是守不住的 那如果说是让分的话你觉得会 让到一球吗 对 让到一球可能比较吃力一点 那也许第一场比赛巴西就是如果领先 他也不见得要全力的来讲攻 所以说这场比赛巴西赛尔维亚 比赛尔维亚的几率是比较大 但是不见得会让多球 但是如果以整体总体来讲的话 大球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大家这场比赛应该要选择是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相对选择容易一点可能你的这个赔率就不会太高 但是确实这个是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个结果 通常我们在运彩来讲的话 首站就不要下太大的阻力 如果你要压冷门或是压让球的话 可能第二站第一站有看过以后 后面趋势可能比较明显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市场比赛的分析 谢谢小伟今天的分享 世足纠正 下集见 拜拜